今天有一個妹妹 她進來裡面購物嗎 不知道耶 好 沒她過了 警員拿著手機照片 請超商店員幫忙確認 因為有小孩子走失了 十歲女童跟同學相約 要去柯博館玩 媽媽同意她給独自搭公車前往 原本應該在這個柯博館站下車 但是她卻坐過了頭 事情發生在二十二號下午 台中這名女童 原本應該在柯博館站下車 但公車都已經開到下一個路口 女童發現坐過了頭 趕快下車 手機卻在這個時候沒電 媽媽聯絡不到人 報警處理 女童想走回柯博館 但因為弄錯了方向 越走越遠 一個小時後 警員在台灣大道 扶龍街口 終於找到了她 你好勇敢 媽媽趕到派出所看到孩子平安無事 這才終於鬆了一口氣 民眾認為訓練孩子獨立自主是好事 但有些應變方式 其實可以事先教育孩子 這可以去超商 去請求協助店員 然後那邊都有監視器 我想那邊算是應該滿安全的地方 女童原本期待的柯博館之旅 因為迷路走失 把媽媽給嚇壞了 還好最後只是虛禁一場 華視新聞 尼堅峰 蕭玉夜 台中報導 哈囉 我是葉明 想要看到更多更及時的新聞內容 請訂閱華視新聞的YouTube頻道 並且按讚開啟小鈴鐺